杜高祝 我不再是我 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 第四章 劳动教养 1958年4月至1969年11月 第四节 在大饥饿的年月里 给我追加的三年劳教 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 是我永生难忘的大饥饿年月 从1961年夏天开始 整个劳教农场就笼罩在一片越来越可怕的 大饥饿的恐慌 凄惨和混乱之中 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 饥饿能够摧垮人的理性 把人逼疯 饥饿能够剥掉人的子尊 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 只有在这时 我才认识到 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动物 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 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站立 我们的口粮由每顿的两个窝窝头 捡到了每天两个窝窝头 复时只剩下一瓢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 最初我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 靠拼命地喝水来胀饱肚子 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 两条腿浮肿的抬不起来 寻找食物变成了我们生存的唯一追求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瑜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材生 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 谢自瑜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 苏联批判铁拖的时候 他认为铁拖的理论有道理 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这个天真的学子还为此写了一封支持铁拖观点的信 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 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刚掏出信 就被人抓住押回了学校 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时 他的手机包里除了几件衣物 就是三大本的资本论 他才二十几岁 还做着罗曼提克的梦 准备一边利用强体力的劳动来磨练意志 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著作 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 这个矮吞吞的青年 劳动时拼命地创高校 挖土方的时候还硬挺着 仗红着筛子 帮忙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筐 在饥饿的年月 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 绝不像我这样流露出 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 但是想不到 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 一条蛇向他游来 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 瞪圆了两眼扑了上去 一把扭住那条蛇 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舌头 三脚两脚地吞进了肚里 就这样 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 那个情景真是让人惊骇 我虽然没有他这么大的勇气和本领 但也还是从早到晚 一门心思的寻觅食物 真是除了吃 什么都不愿意干 这份档案里还保留了 我的一些思想检查 检讨自己的堕落 可是检讨归检讨 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 我曾经用仅有的一双新皮鞋 和一件毛背心 在处宫的路上和蹲在路边的农民 换了两个 康窝窝头冲击 我还在地里寻找野菜 有时候能找到一些马齿线和胡萝卜鹰子 晚上就躲在厕所后面 监管队长看不见的鸡脚嘎篮里 用两块砖架起脸盆 烧一些柴草把它煮了吃 没过多久 天气渐渐凉了 野菜也挖不到了 饥饿越来越严重 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 挖到了十多个大白菜根 真是高兴极了 收工以后 我照旧端着脸盆 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 但是这一天 点火的人实在太多了 天又黑得早 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条火龙 闲些引起了警妹的注意 我正蹲在地上烧火 忽然听到有人喊 队长来了快跑 人们急忙把火踏灭 端起脸盆就跑 我也跟着跑 慌乱中 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 和枯叶遮盖着的尿壳 可我还是紧紧地抱住我的脸盆 不让煮熟的菜根掉出来 浸湿的棉裤很沉 我费力地把腿 从尿壳里拔了出来 艰难地回到监舍 什么也不顾 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了肚子 然后才脱下了湿棉裤 到火炕上去烤干 又有一次我被派到厂院去干水稻脱利的活 这活虽然很累 但大伙都愿干 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 队长在厂院里走来走去监视我们 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都翻过来检查 但人们仍然常常趁着它不备 抓起一把稻骨就塞进棉衣兜里 然后假装大小便 躲在稻草堆的后面 用鞋底擦掉骨壳 把生米塞进嘴里 吃了几次生米 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 拉不出大便 队长发现生稻骨也有人吃 就把我们狠狠训斥了一通 不再派我们去厂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 白茫茫一片冬雾 天气阴冷 我们每个人都怀里揣着 一个准备中午吃的窝窝头 到很远的大田里去石稻碎 石稻碎每人一行 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地 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 遗落在地里的稻碎 早已经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 我捡不到几岁 但这一天 我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因为双降 蝗虫飞不动了 一只又一只落到我的脚前 我顺手抓住它们 把它藏进棉衣里 收工回来 掏出来一数 竟然有二十多只 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 点燃了一张报纸 烤焦的蚂蚱 香味扑鼻 真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食 入冬以后 铁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 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 可怕的肝炎在这里迅速蔓延 病号一天天增多 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身影 我半夜醒来 常常听到 抬走死人的声音 我已经麻木了 周围的死亡 不再使我感到丝毫的震惊 我的腿浮肿着 走路十分吃力 我开始咳血 身体越来越弱 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 这时人们介意活命的食物 就是每天晚饭 发的那两个小小的 白鼠面做的窝窝头 那可真是 人间最珍贵的宝物 可在我身上 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事隔三十多年以后 我的男友从维希 在他写的一本 回忆劳改生涯的书 《走向混沌》中 真切地描述了这个小插曲 读到这段文字 我至今还想落泪 说起来也很好笑 我和杜高 二流堂五祖光小集团成员 所以能够在农场里 蝼蚁般的人群中相见 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眼线 一天黄昏收工以后 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 和唐瓷缸去打饭 当我从那扇小窗口 拿到两个白鼠面的窝窝头 和一碗菜汤 匆匆往宿舍走的时候 发现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 一边跑着 一边嘴里填塞着窝窝头 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 从后边边追边喊 喂 你站住 嘿 他抢了我的窝窝头了 大伙劫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 前面的那个年轻人 抢了后边那个 瘦汉子的晚餐 虽然这儿的贼多如牛毛 但在饥饿年代 抢别人的那口饭 仍然是众矢之地 于是有人就奔了过去 我也不由自主地 随着大伙朝那抢食的人走去 待等那兽汉子和众人 赶到小强盗身边的时候 他已经把两个白鼠面的 小窝窝头都塞进了肚子 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得了福种 等种懂得杜区尔 我这小命可就交代了 我得活下去啊 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你们愿意打就打吧 愿意伤我耳光就伤吧 反正早晚我也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人 就上去揍他 可这瘦汉子 长叹了两口气 把这个年轻人给拦了 算了算了 我饿一顿算了 就是打死他 他也吐不出那窝窝头来啊 我突然发现 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 片刻回忆之后 我喊出了他的名字 杜高 他也认出了我 彼此都十分尴尬 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 和轻易的剧作家 居然在这儿见面了 那抢食的浮肿的年轻人 当了引荐的红娘 荒唐 是够荒唐 怪诞 这见面的场景 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 一个瘦弱的书生 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 被人嘴边夺食之后 还去阻拦别人 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 这可能是知识分子 区别于其他同类 所特有的悲哀吧 这年年末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忽然来了命令 把各个分厂的右派牢教分子 集中到农场西荒地 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厂里 我们到了那里 火食也有了一点改善 晚餐的两个白薯片窝窝头 改为了一大勺子 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 这一勺子大米粥 净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 它太好吃了 以至于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 就盼着天快点黑 粥是用大木桶 乘着来分给每一个人的 队长站在周筒的旁边 监督着 我们端着饭碗 排队 等领自己的那一勺 这时冒出一个人物 名叫高健 大个儿东北人 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 二胡演奏员 他真聪明 在出工的路上 剪了一双破鞋 他把鞋的胶底 剪成了一个瓜片 洗得干干净净的 藏在怀里 每天收工以后 他总是抢先去排队 头一个 领到自己那一勺的粥 蹲在粥筒旁边 很快吃完 然后 等着最后一个人领完粥 不然 扑向粥筒 把筒推倒 一头 钻进那个筒里 用他的刮片 把粘在筒壁上的粥汁 刮下来 竟能够刮满满的一饭盆 这个情景使监管队长 也目瞪口呆 他披着军大衣 叼着烟 鄙夷地望着这个大个子 狠狠地吐出了一句 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 独占周筒的日子 没有几天 别人也想出了 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刮周筒 高健到底 没有能够救活自己 还是死在了 那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 排队出宫的钟声 敲响以后 我从被子里坐起来 忽然 胸背剧烈的疼痛 胳膊也抬不起来 穿不上衣服 只得坐在炕上喘息 队长已经开始点名 班长跑回来 拽我下炕 我挣扎着 跟着队伍到了工地 靠在冰冻的土坡上 不能动它 这时队长走过来 立声训斥我 不要装病 快起来干活 无奈 我怎么哀求 他都不相信 我已经是个 奄奄一息的病人 我只好咬牙站起来 强忍着剧痛 去干活 到现在 我都很难想象 在没有任何 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我这条 悲剑的生命 是靠什么 熬过了 那个饥饿的冬天 延冬终于过去 1962年 春天来了 北京市公安局 决定把分散在各个 劳教农场的优派分子 集中起来改造 我又爬上了一辆卡车 随着一群饥饿年代 幸存下来的难友们 被从西荒地分场 拖回了北京南郊 团和农场 三鱼庄 第二天早晨 一个监管我们的高姓队长 来查房 我躺在炕上 他看见我枕边 放着一个 吐满了血的罐头盒 不禁皱了皱眉 沉思一下 说 你到病号组去 不要出宫了 一句话 让我几乎落泪 他是这些年来 第一个 用了如此和蔼的语调 对我说话的监管对照